打我吧 國喜是我偷了蓋上去的 幻雲 我關阿眼的事 不不不 是我逼幻雲幹的 阿宅 你千萬別衝動啊 阿宅 你先把劍放下 有什麼事 慢慢說 一定可以解決的 是啊 解決 你們已經把我害成這個樣子了 你們告訴我 這件事怎麼解決 阿宅 阿宅 你別衝動啊 阿宅 楚君勾斬 以非是之上 不想癫狂 有本刺婚之時候 神志不清 心虛法為僧 皇上 貴妃 長公主殿下 不知道這個答案 你們還滿意嗎 來 先把藥吃了 还好你才受了伤 手上没劲 割得不钻身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为什么要宣死 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用我 我对你什么心思 你应该知道 那天在红香院 我说要娶你 不是假话 如果你愿意 我们现在就可以拜堂成亲 我带了半辈子的兵 不会说什么情话 但我们成亲之后 我会带你一起出去 我们找个地方当过 不让公婆跟你立规矩 无论你想不想生孩子 我都会敬你 爱你一辈子 而且 我绝不拿切取消 沈大哥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 我早就说过了 赐婚这件事 不能怪沈思珍 所以 你也不用想这样补偿我 这不是补偿你 之前我没说 是因为我和长广王殿下是兄弟 我不能说 可是现在 阿珍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照顾你 好吧 我知道你现在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些 刚才那些话 你记住就行了 现在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养病吧 我要你答应我件事 从今往后 不能老想着死 想想你的爹娘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皇上 我是不是把阿珍逼得太狠了一点 阿珍对陆珍 是动了真心了 而且 朕向你保证 陆珍除了出身差一些 其他各个方面 都要比沈家敏优秀 都怪我太心急了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 皇上 生殖的事 是我让贵妃帮忙的 你别怪她 要怎么罚 我认了 现在说这些 又有什么用 还是想想 如何解决赐婚之事吧 生殖已下 天下皆知 要是按照阿珍那个理由退婚 他的储君之位 可就麻烦了 要不这样 今天只是班旨赐婚 离正式成婚还有一段时间 等这件事情先淡下去 正在召见沈国公 让他给沈家敏 报个恶极什么的 婚事自然就散了 也只好委屈他们家了 我订阅 我认为你 她是因为 还要走 我认为你 还有 你 我认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珍 喝药了 来 喝药了 她怎么样了? 你要真想知道,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打听 嗯 她不见了 什么 有人劝她说娶我妹妹当正妃 侧你为嫔妃,可她不愿意 她坚持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 长公主还想逼她 让她给我们审国共府一个交代 她就削了发 说是要从此出家为宋 不行,我要去找她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六阵 既然她现在这么伤心 又和我妹妹定了心 我不想让她见你 可我现在觉得她对你是真心的 长公王殿下 你进来吧 你进来吧 你真是个傻瓜 你也是个傻瓜 阿臣 你们荒唐的亲事,你不用担心 我来的时候已经跟家业说了 请我一定不会撑 虽然我这样做很对不起胜过功夫 但我以后会做出部长的 我已经跟黄姐说了 她要是再敢拆散我们 我求你 别说了 我的手 已经飞了 我根本配不上你 阿臣 你记住 我是大器的储君 我以后还会做大器的皇帝 我说的话就是天忆 我说你是全天下最配得上我的女人 你就是 可是 我娶的是你的人 不是你的手 你看 还记得这个妈妈 你曾经这么劝过 说这样有信心 我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阿臣 我们都爱犯一个毛病 就是凡事都想做到尽善尽美 可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必须忍清一个现实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是真正完美的 你看看你的手 再看看我的手 你不觉得 咱们是天灿地区 配得刚刚好吗 沈大哥 谢谢你 不用谢 我说过 我永远都是你的沈大哥 以后坚强一点 别动不动就想我开 嗯 我会的 这把匕首 我一直带在身背 送给你 提身收好了 谢谢你 沈大哥 你妹妹的事 实在是对不起 这不关你的事 只是你以后遇到她 请看在我的面子上 多忍让她一点 嗯 一定 你该走了 记住 以后一定要幸福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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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君子 更是我最好的兄弟 他认了我当大哥 你可得 对他好一点 我知道 好 谢谢你 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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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回宫的路啊 谁告诉你我们要回宫的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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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狼了 愣着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 千万别失了地面 走 参见长保王殿下 阿珍 我们到那边去 让你看看我们的新家人 嗯 我让人特意为你修的 到了夏天呢 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 纳良赏院 你觉得呢 嗯 还有那上面 那就是我们的新房了 不过呢 还没有完全修好 因为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叶子的杀猎 哦对了 还有一个地方 你一定会喜欢 来 来 阿珍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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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院呢 还有一个刺疗场 但是要过一阵子 才能修好 哪有人在新王府里 修刺疗的 没办法 是让女主人喜欢的 啊 阿珍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未来的妻子 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你 但是 但是我的右手 已经废了 我受不了磁了 阿珍 你听我说 我这只右手呢 是你救回来的 所以从今往后 这就是你的右手 好 参见皇上 平身 阿珍 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 是朕对不起你 长公主爱定心切 我能够理解 恐怕 这次你要再委屈一些了 毕竟赐婚的事情 已经颁止了 我和阿珍已经达成了共识 无论多长时间 我都会等下去的 皇上 今天我来参见你 是为了一件公事 官瑶的事 已经正式成了 是吗 在宫外的时候 我终于找到了 行舟大片的瓷土矿 从那儿烧出来的瓷器 不比成果烧出来的瓷器差 所以我想请皇上下旨 正式开办官瑶 如此甚好 朕这就下达旨意 让行舟之府开采瓷土矿 以后瓷土矿就列入禁武 未经朝廷允许 不得私自开采 只是 办官瑶毕竟是件大事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内府局有我带的五名工匠 我再从其他词要征召二十名工匠 然后再从内府局招收一百名杂役过去 官瑶的地方我已经选好了 估摸着一个月左右 就能正式开始失烧了 不错 但是官瑶要管好 却没那么容易 此事自然是你来执掌 可是 你身为内工的女官 也不能经常去工外 不如这样 我们可以按照太医手的做法 在官瑶那边设一个八品的供奉之职 帮你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 那个人 最好是一个内奸 或者是内府局的工匠 方便出入宫廷 多谢皇上 我也觉得要管理好官瑶 就必须得有一个严密的章程 这件事情 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最好写个详细的调陈出来 不过 你不能再累着了 你大病出狱 可别再累坏了 多谢皇上关心 好 参见尚仪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司医司陆珍 现成皇上旨意 专程掌管城外兴建官瑶一事 特向尚仪大人告知 既然是皇上圣命 本座里倒没有二话 那下官告退 等等 大人 你的停职 从今天开始就取消了吧 新的一批宫女 已经进宫了 他们正在用情愿训练 你这个司医司的主官 也应该亲自去选一选 别误了好苗子 谨遵上令 我告诉你们 谁要是再敢犯 我必定严加处置 你们记住了吗 是 陆大人到 参见大人 参见大人 快起来吧 看到没有 一年之前 她也不过和你们一样 只是个小小的间隙宫女 只要肯上进 到现在已经是七平点事女官 就连我见了她 也得叫生大人 好可爱 好可爱 陆珍参见杨姑姑 大家都听着 只要是从用情愿出来的人 不管将来成为极品女官 只要见了杨姑姑 都得恭恭敬敬地行礼 都记住了吗 是 好了好了 宋姑姑 你带她们进殿练绣功去吧 是 姑姑 你倒是会给我长面子 先生猛夸我一顿 现在又说我是老人家 可怜几年 我才不过三十一岁 只是顺口而已 好了 别说这些了 你现在还好吗 我都已经回来了 你放心吧 我相信阿湛 她也相信我 你长大了 不像以前 事事都让我拿主意 这样也好 小鸟总得学会自己飞啊 那不是还有一堆小鸟呢吗 那都是麻雀 唧唧喳喳喳的 烦都烦死了 姑姑 你先忙吧 我 我想回到我以前住的地方 去看一看 成不成了 去吧 女官大人 干什么呢 我错了 我马上就下来 哎 别急 我不会罚你的 奴婢 醉哥未来死 求大人 遭了奴婢 起来吧 谢大人 我说过了 不会罚你的 嗯 怎么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 被人欺负了 还是想家了 奴婢 叫琉璃 才进宫来 他们笑话我 说我说不准乖话 我想家了 他们说 宫墙外面就是家 我在爬梯子的 就算你爬上宫墙 看到的还是宫墙 是走不出去的 那 那我怎么办 我不想留在这里 见习宫女要是不合格 是会被刷下去的 难道 你想承认自己没用 被别人看笑话吗 我 可是 我说不准观话 留在这儿 也是被人笑话 谁说当宫女的 就要说得好观话的 就拿宫里的人来说 太后娘娘是鲜卑人 一时情急 还会冒出鲜卑话来 贵妃娘娘是梁国人 到现在 瓶舌卷舌都还分不清楚 以后谁要是再敢取笑你 你就拿我的话去赌她 看她们还敢笑话你不 大子 你怎好 我是四一四的典师陆珍 以后受了委屈 尽管来找我 你就是陆大人哪 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 做最好的女官 好啊 那你好好努力 如果你能当上一等宫女 将来考女官升级考试的时候 可以来找我做你的举荐人 你能当上屌子 你能当上屌子 来此到底有个贵干呢 当然是有事找你了 那天把你骗出宫的事 对不住了 不过你既然平安回来了 你就别再往心里去了 以后 我可是要做楚飞的人了 自然不能那么小气 这个给你看看 这是什么 你的出身虽然不怎么样 但到底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 所以 以后还是给你一个侧妃的名分吧 你只要对我恭敬一点 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这是马上要建好的长广王府图侧 你是想住西侧院呢 还是东侧院 沈大人 你还是请回吧 等哪天成了正式的楚飞 再来要我也不迟啊 陆珍 你可别不识抬句啊 沈大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地方不是西厢房 而是长广王殿下的书房 这个地方呢 也不是韩湘阁 而是新王府的习务场 沈大人 这幅画恐怕画得太久了吧 如果你真想做新王府的女主人 恐怕还得回去多做做功课才行 本小姐好心过来向她示好 她竟敢那样跟我说话 小姐 这府里面的图是长公主殿下给的 恐怕是有点老了 我听说前些日子长广王殿下 又叫了内府局的工匠去修改 陆珍又说的那样活灵活现的 该不会她真的是新眼见过吧 这个贱人 哪个下了眼的 乱人什么呢 谁那么大胆 嘴里不干不净的 哦 原来是沈思珍 算了算了 一场误会 辣梅 咱们走 大人 明明是她不对 你干嘛 这两天她得意得很 我们还是少打交道为妙 小人 得知变猖狂 站住 你说什么之 娄青桥 听说哦 你都混到西佛堂去了 怎么还这么药物扬威的 沈思珍 我不想和你计较 才跟你让了路 你别忘了 你现在还是我的下属 你见到我 不行礼也就算了 还敢这么无礼 我们小姐可是未来的楚妃 哎呦喂 但她当了楚妃 再来摆架子也不迟 让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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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思珍 你这副样子是想跟陆珍学学玩泥吧 讨常广王殿下的欢心吗 你还记得被你害死的宿娟吗 宿娟是我的好姐妹 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 他临上吊的时候 给我留了份遗书 说他死的好冤呐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反正以后等我当上了楚妃 有的是时间 慢慢地帮他报仇 以前 你是走狗运 有替死鬼帮你受罪 不过以后 你就等着瞧吧 娄青强 咱们心仇旧恨 一起算个总账 关瑶的事皇上已经准了 从今天起 你们几位就是关瑶的管事师傅了 等瑶口一进好 你们几位都搬出宫去 记着要好好地教徒弟们手艺 学获的人越多 咱们大齐的词业才能越兴手 陆姑娘 你不怕你吃饭的手艺不值钱了 关瑶里的工匠们都签了死器 一旦秘密泄了出去 不但脑袋不保 而且还会株连九足 所以他们肯定不敢说 再说 白子的配料都掌握在你们几个手中 只要你们不泄露出去 这就永远是个秘密 放心吧 我们的嘴比泥呼的还紧呢 是 我已经跟皇上请过旨了 只要关瑶正常运作 以后你们几位管事师傅 除了拿宫里的缝炉之外 每年另加十两金子的红利 而且还特许在宫外居住 陆姑娘 你真是很好人哪 是啊 钱不是问题 真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这一转 定了死器的功诺 居然有一天 还可以在宫外 建一个家 好了好了 你们先别急着感动 今天有空 我正好教教大家 雕花瓷的泥胚 是怎么风干的 大家来看一下 请祖师爷陶珠公 保佑我们大齐 官瑶兴盛 好辞千万 官瑶兴盛 好辞千万 为了咱们官瑶的开业 大家一起干杯 干 家民 不是叫你这几天 别出门吗 看内饰局楼上市的信 他约我去宫里见面 估计是要把四宝四的事情 再交代一下吧 早去早会 知道了 家民 什么事啊 到了宫里 别和不相关的人多说话 少在别人面前摆架子 知道吗 知道了 我就算再笨 也知道这个时候 得为表哥殿下着想嘛 哦 对了大哥 我能不能去修文殿见他一面呢 不能 你们马上是夫妻了 哪有这个时候不避嫌的 谁都知道不就是走个过场嘛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见就不见呗 反正以后见他的日子多着呢 家民啊 你要记住 不管大哥做什么 都是为你好 好啦 我又不是一当了 除非就不是你妹妹了 哎 芳华 你看轿子好了没有 嗯 早去早回吧 等你回来 我让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莲子羹 真好 我就知道 大哥早就不生我的气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对了 待会儿我有好东西给你 我在四宝寺里找了块玄铁 听说你东西 练剑什么的最好了 这个楼上是也真是的 你说他约哪儿不好 非要约在这里呢 他肯定是胆子小 想找个僻尽地方跟我赔罪呗 平常看他在宫里也是横着走的 怎么这次被小姐一下就成这样了 他送您的象牙枕头啊 还真是大手笔啊 那是 他现在在宫里走没运 还敢不巴结我 我今天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真不要我陪你啊 他特意说了要单独碰面嘛 你在心里等着我就是了 嗯 等我当上了楚飞啊 我一定让他们拿轿子把我抬上去 走来 嗯 要不是这次烧的瓷器都是大件的 我真想给你带一件件来看看 我为了怕他们骄傲啊 故意没怎么夸他们 可那些东西啊 真的都挺好的 看把你高兴的 我是有些得意忘形了 还记得在新王府里 我们一起琢磨的那个雕花白瓷吗 嗯 这两天啊我想把它烧出来 想一想 雪白的瓷器再配上玲珑剔透的雕花 我绝对有信心能挣大家一把 我已经请朱师傅还有杜师傅 都给我写了推荐的折子 等皇上一龙年大月 就把它递上去 好啊 等你什么时候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六匹女官 我就可以 不许你多坏心思 这怎么能叫坏心思 沈思珍 你可来了 你找了什么破地方啊 是我疏忽了 只想着这里风景美丽 说话僻静 你找了什么破地方啊 没想到让沈思珍你劳累了 说吧 什么事儿 诶 那对象牙枕头 你还喜欢吗 还成 不过你要是觉得我收了礼 就会饶了你 那我立刻就把那破烂给你扔回来 你以为小娟的性命 就值那么点钱啊 你真是误会了 素娟的事真的与我无关 全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 折腾出来的麻烦是 虽然是我弟弟不对 可他毕竟也是个下人 你是未来的楚飞啊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何必还记着这么点小事儿呢 你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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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